原起显现之道之后 别说分两个方面 别说应该选说 作用力和观待力 还有选说法耳力 因为三种力 首先讲作用力和观待力 然后讲它的必要 作用力和观待力是怎么样 理解呢 因缘齐全果 齐生果作用 诸具果心法 接待各自因 它这个很关键 很重要 这个理论 因为首先 什么叫作作用力 我们经常讲四种力 四种正力 四种力在《中观传论》 和其他的有些 比如说《荣顺班智达》 的《入大乘论》 这些当中也有一些 窍诀性的说明 但是理论性的说明 也就是说 以研究性的说明 在这里面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只要因缘齐全 那么它的果一定会产生的 这个因缘有如实的作用 比如说 我们任何一个东西 在这个世间当中 比如说因缘的肥料 因缘的一些任何法具足的话 那它的果 不可能不生的 不可能不生的 所以你如果懂得了作用力 我们很多人 都是不敢造恶业的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今天杀生呢 说将来堕入地狱 这个原因他不解 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 我们把肥料和土 还有青稞的种子 全部都是放在这里 到了春天 春天全部一样样齐全 那么这个果会不会产生呢 果一定会产生的 无不起全因何故果消失 我们《诗连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这个因缘全部 没有一个不齐全的话 为什么它的果消失呢 不可能这个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是一个坏人 我今天杀生 我今天诽谤三宝 破戒律 等等做这些 如果我没有好好地忏悔 虽然它原来是 形成痛苦的一种因 但是这个因 中间就已经摧毁了 比如说我把所有青稞的因 全部已经拒绝了 但是你种子拿来 把它烧了 烧架了以后放在那里 那就不会产生 因此我们以前造的恶业 如果你没有忏悔 没有什么 因缘具足的时候 你的身上 这种痛苦一定会出现的 但是你如果把原来恶业的种子 用金刚萨埵忏悔了 忏悔完了的话 这个种子虽然是一个 它是不好的种子 但是这种种子不会成熟的 这叫做作用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现在的世间人 不懂作用力 一直不承认因果 诸具果性法 那么它果具足的话 那么果具足 它决定是灌代因缘的 这是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现在 我有些人非常贫穷 我这个智慧极为愚敦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果 现在我特别愚笨是一个果 我今天相当的痛苦 是一个果 它决定是依靠 灌代一个因缘 这种灌代 我的前世 我的今世 我的前世的前世 很有这种可能 我今天天天生病 显然这是一种果 所以我经常生病的时候 真的我不是说大话 有时候不是这么怨天有人 我也不希望 我马上要吃个药菊 马上好了 我肯定是前世杀生的 不知了哪一世 我肯定是杀害了很多的众生 我今天该病 我今天该痛苦 有时候真的自己这样 特别恨自己前世 造这样的恶业 所以果必定是 灌代它的因 我觉得这些道理 在麦彭仁波切的 这些教诀当中 真的是非常殊胜的 大家对因果方面 就一直想 现在你做好事也好 做坏事也好 布施 闻法 或者好好地闻思修行 它有快乐的果 这是无有任何欺惑的 让我现在所有的痛苦 快乐 也是前面的因而形成的 这是因缘聚合 所以这样的道理 一个叫做法耳力 不是作用力 作用的这种推定 一个叫做灌代力 灌代力是过的角度来讲的 作用力是因的角度来讲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